你叫全红禅就跳跳板 他跳不来的 硬硬的 他不会跳 注意看这是什么情况 全红禅的实力竟然遭到了质疑 面对视频中的口出狂言者 全红禅在三米板上演教科书记一跳 强势回击陈玉希教练 轰动整个跳水界 视频开头的那位 是陈玉希的启蒙老师石美琴 他曾公开质疑 全红禅只是和市米台跳不了三米板 就连前乒乓球世界冠军邓亚平台也曾表示 全红禅之所以能拿到冠军 只因他所参加的比赛现场是空场 没有人能够干扰到他 要是在座无虚席的情况下 那结果就另当别论了 意思很明显 就是在内涵全红禅没见过市米 然而面对种种质疑 全红禅霸气进行回击 在三米板上演水化消失数 用实力证明 没有我跳不了的 这热血沸腾一战 发生在国际永连世锦赛上 在跳水三米板十米台团体决赛上 全红禅临危受目 携手男子双人跳的冠军之王 白玉敏出展 这对金童一女仍实力创下奇迹 废话不多说 给大家上针功夫 本次跟他们进行对抗 分别是古巴队和马来西亚队 率先出场的是古巴队 伴随着古巴女选手三米板的完美入水 比赛正式拉开序幕 已经开始了 难度不大加上没有很大的失误 裁判给出37.8分 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下面出场的是他的搭档 他选择的是跳台动作301c 反身翻腾半周 难度系数1.8 很明显水花处理的并不好 只拿到36.9分 目前总分74.7分 下面出场的是马来西亚队 男选手的动作是跳台动作612b 比利向前翻腾一周 难度系数1.9 算是稳定的发挥 毕竟没有什么难度可原 裁判给出42.75分 他的搭档潘德利拉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算是老鼠人了 在每一次大型的跳台项目中 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那么他的跳板动作又会如何呢 一起来期待一下 动作优美 水花处理到位 算是高质量的一票 拿到了43.2分 目前总分85.95分 最后出场的就是中国队的这对金铜玉女 全红衩打头阵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跳板比赛 并且是林薇寿命训练时间有限 看他如何打脸口出狂严肚 手上做了一个405c 首次就挑战如此高的难度 并且还能完成的如此优秀 不愧是社会我全哥 开场就是别人的终点 拿到了63.45的高分 白玉民压住战场跳台 他选择的动作是难度3.3的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报夕 你在入水的时候呢 还是可以带有提升的空间 空中动作没毛病 但是入水角度没有控制好 水花还是肉眼可见的过分 裁判给出了64.35分 不过目前总分127.8分排在第一 紧接着第二轮开始 出场顺序不变 依旧是古巴队打头阵 这次黑玉选择的是跳台动作626c 比利向后翻腾三周报夕 难度系数3.3 还是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失误 真是太遗憾 这一跳直接致敬菲律宾站 仅仅只拿到36.3分 但愿他的搭档不会受到影响 在高度上会刻掉一些分数 起跳高度不咋低 并且还跳歪了 还好水花方面挽救了一点局面 拿到了54.25分 两轮总分165.25分 下面出场的马来西亚男选手 选择了跟古巴男选手同样的动作107B 向前翻腾三周板躯体 难度系数3.1 看看同样的动作 他能完成到什么程度 相比之下还是这位更胜一筹 裁判给出68.2分 再来看看潘德丽拉的跳台动作5253B 这对他来说是拿手绝火了 一起来期待 空中动作没毛病 美中不足的是水花没有完全压死 不过整体无伤大雅 拿到了理想的67.2分 两轮总分221.35分 相对于古巴对165.25的成绩来说 好的不是一星半点 但这仅限于古巴对 毕竟中国跳水梦之队的实力 还是无人能敌的 我们接着往下看 白玉明这次选择的是跳板动作103B 向前翻腾一周板 难度系数1.6 要有信心 自信 起跳充分 不错 虽然起跳有点弯 但好在技术过瘾 能够及时拉回来 还是很具有观赏性 裁判给出37.6分 最后全红禅选择的是跳台动作 这完全就是他的主场 我们只管尽情新生 没有问题 瞧瞧 这就是湛江黑马的实力 随便一跳就是水花消失数 裁判更是毫不吝啬地 给出88的高分 两轮总分253.4分 这样的成绩 其他两队根本就比不过 比赛很快来到最后一轮 先来看看黑妹的跳台动作 5253B 翻转结合 这位一直都是稳定发挥 没有很出色的表现 裁判给出64分 再来看看他搭档的表现 哦 小心 真是太可惜了 他这一跳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并没有拿到任何成绩 最后古巴队以229.25分 结束了他们的比赛 下面是马来西亚男选手的最后一点 但愿他没有受到影响 高度不错 但是这个动作 明显出现了失误 在空中的动作 完全是没有 乘一条90度的入水角度 当心结束已经告诉我们答案 这一跳以失败搞中 仅仅只拿到40.25分 那么潘德利拉的跳台动作407C 又能够完成到什么程度 让我们拭目以待 不愧是老江 心态一点也没有受到影响 完成质量很是不足 拿到了81.6的高分 最后马来西亚队以343.2分完美收场 此时全红蝉再次战上了三米板 既然你说我不会跳三米板 那我就用实力证明 没有我跳不了的 今天这一跳呢 最主要的就是球本 这跳的难度是2.0 对他呢将这套动作只要是平稳顺利 在自己的控制范围之内完成 就非常好了 事实证明 全红蝉不但有着精湛的跳水精英 更是在三米板也能玩得游人勇于 尽管三米板不是他的强项 但他仍然顶住压力 彻底征服了现场裁判和竞争选手 全能行选手无庸置疑 裁判给出了47的高分 最后白云鸣带着307C 站上跳台 没有问题 白云鸣呢在最后一跳 用着307C 反身翻筒 三周半 报夕 教练组对他的这一套也是比较认可 最终比赛结束 中国队以382总高分强势夺负负 帮助中国队跳水梦之队 再添一枚意非法的金牌 全红蝉更是用强大的实力 彻底掀翻了那些质疑者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浮云 对此小编只想说三个字 还有谁 那么你们认为 全红蝉能否跳得了三米板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初出茅庐的全红蝉 挑战张佳琪 陈玉希等世界冠军 饲料轰动整个跳水界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发生在2020年全国跳水冠军赛 女子十米台决赛现场 众所周知 中国跳水梦之队在世界体坛的地位 那根本就是不可撼动的 而我们梦之队中的任何一员 都称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 尤其是水利方名将张佳琪 跳水长青树陈玉希 以及中国首位00后天赴行 显手人希 相信关注女子跳水的对他们都不陌生 这三位不但是世界冠军 更是大名鼎鼎的奥运冠军 本以为在这次比赛中 冠军肯定会是他们其中一人 结果万万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他就是横空出世的战将黑马全红蝉 那么最后的结果如何呢 下面就跟随小编的解说 让我们一起回到这场精彩绝轮的比赛 本次十米台赛制分为五轮 首轮他们选择的动作都一样 是难度3.0的107B 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率先出战的是陈玉希 空中姿态优美 水花处理到位 裁判给出了78分 第二位登场的是任希 整套动作一气呵成 也拿到了78分 下面出场的是张佳琪 他是本次夺冠的热门选手 我们一起来看他能完成到什么程度 跟前两位相比 完成效果更生一筹 看来还是有夺冠的资本 裁判给出了81分 最后出场的就是全红蝉了 那么面对一中世界冠军 他会不会怯场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可能是首次参加如此大型的赛事吧 过于紧张没有发挥好 但整体无伤大雅 拿到了相对不错的76.5分 第一轮结束 张佳琪位列第一 陈玉希再列第二 袁希和全红蝉紧随其后 再来看看他们的第二跳 本轮他们所选动作依旧相同 都是难度3.2的407C 向内翻腾三周半暴息 出场顺序不变 依旧是陈玉希打头阵 虽然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但也拿到了相对理想的83.2分 再来看看任玉希的表现 真是太可惜了 他出现了重大的失误 入手时简直不忍之势 裁判也是毫不留情地 给出了41.6分 相信这会是他们几位中最低的分数 但愿在他之后出场的张佳琪 不会受到影响 好家伙 不愧是夺冠的热门选手 不但整套动作很流畅 还完美地为大家演绎了水花消失数 裁判更是毫不吝啬的 全部给出了9分以上的成绩 最后得分91.2分 不得不说 这是很高质量的一跳 一下就将压力甩到了压轴出场的全红缠这边 那么他能否扛得住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家伙 跳完之后把解说都惊讶到了 可能他们都没想到 这位毫无名气的战将黑马 能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吧 裁判也都给出了9分以上的成绩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一位裁判还给到了10分 虽然没被作数 但也拿到了89.6的高分 两轮结束 张佳琪依旧稳居榜首 而全红缠则是凭借完美的一跳 成功将排名反超至第二 紧接着第三跳开始 陈一希这次选择的动作是626C 比利向后翻腾三周爆息 难度系数3.3 可能是太着急吧 最后露水没有控制好 只遗憾拿到了70.95分 下面轮到任希出场 他选择的动作是难度3.3的207C 向后翻腾三周半爆息 相信解说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最后裁判给出了84.15分 那么随后出场的两位夺冠热门选手 会不会再次给大家带来惊喜 这还是很值得期待的 初出茅庐的全红缠 挑战张佳琪陈玉希等世界冠军 怎料轰动整个跳水界 这不可思议的一幕 发生在2020年全国跳水冠军赛 女子时米台决赛现场 此时比赛进行到第三轮 就只剩张佳琪和全红缠还未出场 他们这一跳也向207C这个动作发起了挑战 那么谁更胜一筹呢 我们先来看看张佳琪的表现 张佳琪的这个动作 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起跳上面 老师不蹬腿靠上伸去翻 这样的话他打开的时间是很难能找准 真是太可惜了 水花简直不忍直逝 仅仅只拿到了56.1分 我们再来看看全红缠能完成到什么程度 好家伙 跳完之后场下彻底沸腾 就连解说都被震撼到了 这完全就是真正的屎花消失数啊 裁判也被他的实力所折服 给出了94.05的超高分 并且其中还有两位给到了满分的成绩 凭借这完美的一跳再次霸占榜首 而张佳琪由于失误则直接跌落至第五 但是赛场上瞬息万变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带着这样的悬念 我们接着来看他们的第四跳 这次陈玉希也向207C发起了冲击 我们一起来看她的表现 解说再次被震撼到 这效果一点也不亚于全红缠 相信肯定又是高质量的一跳 果不其然 也拿到了94.05的超高分 并且也得到了两位裁判的青睐 看来随后出场的几位选手有压力了 他们三位这一跳选择的动作一样 都是难度3.2的6243D 碧莉向后翻腾两周 转体一周半 率先出场的是任希 整体还算不错吧 拿到了86.4分 紧接着张佳琪出场 那么她能否从上一跳的失误中走出来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家伙 这位简直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不但能够迅速调整状态 还能再次为大家呈现高质量的水平 更是拿到了9.5以上的有效分 相信眼间的小伙伴已经发现了 张佳琪这一跳更是得到了四位裁判的青睐 虽然有两位的成绩没被作数 那也拿到了全场最高分94.4分 一下就将压力甩到了全红缠这边 那么同样的动作 全红缠能有怎样的表现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漂亮 非常漂亮 虽然没有张佳琪的经验 但整体也是很完美的 拿到了86.4分 四轮过后 全红缠依旧位列第一 陈玉希解随其后 而张佳琪则成功追至第三的位置 那么最后的冠军会花落谁手呢 决胜局界分晓 他们最后一跳的动作都是5253B 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一周半躯体 难度系数3.2 率先出场的是陈玉希 从这哀哀声中可以听出 这一跳砸过了 最后遗憾以76.8分结束了她的比赛 我们再来看看陈玉希的表现 好在稳定发挥 以89.6分完美结束了她的比赛 下面出场的是张佳琪 虽然没有上一跳经验 但也完美的发挥出了自己应有的水平 同样拿到了86.4分 此时全红缠被受瞩目 那么她能否扛住压力 一举拿下最后的冠军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瞧瞧 这就是这位战枪黑马的实力 随便一跳就是91.2分 还拿到了一个满分的成绩 首次参加大赛就能有这样的魄力 不得不说 这位战枪黑马必定前途无量 最终比赛结束 全红缠以437.75分强势夺冠 整场比赛中 就梦之队的表现而言 说这是一场视觉 盛宴也不为过 那么你有没有看过瘾呢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长安视频点赞加关注 让更多喜欢全红缠的朋友 能看到这条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